馬歇爾會接兩岸和平關鍵 九二共識就是兩岸一家人共識 是兩岸和平的定海神針 看到的是台海局勢牽動著國際關係 但是最近兩岸呢陷入了緊張的關係 到底是誰在從中作梗呢 金融時報就報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曾經有告訴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萊恩 美國試圖在刺激北京以武力犯台 想要藉此毀掉大陸 不過習近平強調他不會中計 到底是誰在挑動台海緊張局勢 金融時報爆料 習近平曾告訴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萊恩 稱美國試圖刺激北京武力犯台 藉此毀掉大陸 習近平強調他不會中計 同時警告大陸官員不要上當 報導中稱習近平說 中美間的衝突将毀掉大陸至今許多成就 破壞他在2049年以前 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 這是習近平首次對外國領袖 表達美國借台毀中的主張 這跟大陸前駐華盛頓大使崔天凱 最近發表的談話似乎雷同 我們不會進入狀態 有人會為我們準備好 大陸學者也直呼這項消息 有可能秉承美國試圖 透過提供台灣武器激怒北京 讓大陸展開武力對峙 2022年裴洛西訪台 更是引發解放軍環台軍演 美國駐中大使伯恩斯最近透露 中方多達8次 在不同場合都對他表達 中方對佩洛西放台的不滿 面對國際戰事和亂世頻傳 評選戰的川普喊出 要為美國建造偉大的鐵球 我們會有一個美麗的 公布規則 辯論期間只有發言的一方 麥克風有聲音 另一人強制靜音避免插嘴 而且全程禁止跟幕僚交談 不可帶筆跡 憑實力正面交鋒 記者李清聰報導 好 看到《金融時報》 揭露了北京認為說 美國在設計戰略陷阱 又使中國大陸入侵台灣 對此中華戰略資深研究員張敬老師 他認為說美國如此設局 是早有先例了 不足為奇 要誘使假想敵 動手反擊 然後以受害者的姿態 來進行社會動員 那台灣要不要成為強國的誘餌呢 必須要認真來思考 他說 請問賴清德 你要讓台灣變成珍珠港嗎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指稱 習近平在會見歐盟 這個范布萊恩的時候 曾經指出美國正在誘使 他希望他攻打台灣 但是他不會蹤跡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從整個媒體報導的軌跡 分別是從華盛頓跟北京發稿 而且查證的對象全部都在華盛頓 只有范德萊恩的辦公室講過 他們沒有外洩任何相互兩者談話的資料 但是我們要在此指出 台灣有很多政界的高層 曾經在大陸上見到中國大陸的政界高層的時候 就曾經聽過類似的說法 而且北京方面許多智庫學者專家 甚至宿外的代表對外公開演講的時候 也提出同樣的觀點 但是非常顯然的北京跟華盛頓的關係 確實是相當的曖昧 而且華盛頓表現出來一步步步進逼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關鍵在於 我們台灣要不要成為一個誘餌 這些是要靠我們台灣相親自己去決定 我們要不要被強權利用 變成一個誘詞 這個等於送上一個祭壇的生理 這是我們要自己去判斷 假如我們變成別人操作的工具 而且變成一個可以被犧牲的馬錢廚跟炮灰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愚蠢 不要去怪別人利用你 而是應該要問你自己 為什麼要被別人所利用 所以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真正要認真的思考 其實我個人在四年前就已經寫出來一篇文章 在質疑美國是不是在設計下一個珍珠港事變 那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要不要讓台灣變成珍珠港而已 中國大陸總理李強抵達了澳洲首都坎佩拉 跟澳洲的總理埃班尼斯 舉行第九次中澳總理年度會晤 澳洲盛大的歡迎李強的到訪 那麼李強也跟埃班尼斯一同來教育 卻越宜隊互動相當熱絡 中方宣布將放寬澳洲公民免簽證入境中國 也可能藉此來訪問取消對澳洲龍蝦的進口禁令 而中澳關係自從2020年因為澳洲要求獨立調查新冠疫情源頭 兩國的關係降到了冰點 一直到2022年澳洲工黨上台之後 兩國關係才開始回溫 而中方也逐步來取消對澳洲大賣 煤炭以及葡萄酒等等的貿易壁壘措施 好看到的是加薩地區的停火談判 現在陷入了停滯期 而最近有一名加薩兒童在乙軍襲擊之後 撿到了乙軍坦克使用的美國製彈藥 這名兒童就透過鏡頭向美國人發出靈魂拷問 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就表示 在這一輪的衝突當中 加薩地帶的兒童遭受的苦難是相當嚴重的 已經有超過一萬五千名的兒童死亡 那麼存活的孩子很多健康情況也不佳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減壓手機掛繩 熱銷款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天就送白 最高回饋10%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